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节目 最近有一个消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面 很多人在炒作 那这个事情呢 是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 搞时政评论的自媒体 同时也是一个五毛网红 叫做司马南 他在自己的视频节目当中 连做了七期节目 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联想集团 在网上或者别人告诉他的 搜集了很多关于联想的黑幕 从各个角度去质疑联想集团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他说了什么 一个呢就是说 他说联想集团 在这个市场化股份制改革过程中 涉及到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就是股份被稀释了 这小的一个股份 其中包括中科院的股份 中国科学院 后来呢就是卖出了一些股份 因为要搞股份制改革嘛 大部分的股份都变成了私有 他认为这是国家的钱 流向了那些少数人的钱包 然后他还质疑联想集团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资不抵债了 就是有大量的债务 而且他欠了中国国内的很多经销商上千亿 但是呢他还款的时候 优先还外国的企业 另外他还说联想集团 他是做电脑的嘛 实际上他的这个搞金融的业务 已经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了 变成了一个金融公司了 变成钱生钱了 不再搞实业了 制造业了 就这个方面可能就占的比重已经降低了很多 然后他说联想集团的高管里边 27个高管其中有14个都是外国国籍 所以说这是不是涉及到了国家安全的问题 总之他通过这些方面来质疑联想集团 那么联想集团到目前为止 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复 但是质疑联想集团不是今天才有的 早就有了 在2018年的时候 网上就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甚至造谣 说在国际的这个5G方面的标准的投票的过程中 那么联想的投票 没投给华为 所以说导致华为的这个标准 没有能够变成通用的标准 很多人都在骂这个联想的老板 柳传志是一个汉奸 这家企业是一家汉奸企业 胳膊肘往外拐 后来联想就发表文章来辟谣 说这个事情根本不存在 在当时其实已经出现了 关于联想的这个 是不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这些传谣造谣 那么当时联想也是辟谣了 然后这个老板柳传志甚至表示说 如果谁在提这个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的话 那就要起诉了 这是有损联想的名誉 那么今天看到司马南这个大五毛 突然在他的节目里边去攻击联想 讲的那种大多数都是过去的老调重谈 但是他给全部集结在一起了 而且拿出了一些具体的数据 包括资金的流向资金量等等等等 所以说讲的有鼻子有眼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联想集团 是不是就像这个司马南所说的 是一个汉奸企业 是造成这个国家的巨大的损失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司马南讲的一些东西 他当然是真真假假 不管是他网上看到的 还是别人给他递的料 还是他道听途说的 总之就全都传在一起了 传在一起之后 好像是非常的扎实的一个调查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细节的话 在里边也有很多信口嗨合的内容 并不是事实的内容 比方说有人就指出他的一个算法的错误 有财经频道就分析说 司马南认为联想控股的所有者权益 是139.73亿 说这个权益的29%应该是40.52亿 那么泛海集团买入联想股份的 这个现金是27.55亿 所以40.52减去27.55 就是12.97亿 大概约为13亿 然后司马南得出个结论说 13亿的国有资产流失了 如果按照小学数学的话 司马南的算术题肯定没毛病 但是这具体的涉及了上市企业的财务核算问题 它是有一套很专业的准则的 并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 比方说这个交易主要是针对中科院 也就是国科控股 对泛海转让的29%的股权 转让的标的是联想控股的股权 对价的基础应该用 归属于联想控股的股东权益 而不是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这部分 联想控股合并报表 显示的少数股东权益 是归属于非全资子公司的少数股东的 所以说泛海在购入这家企业的股份的时候 这27.55亿实际上是溢价的 很明显司马南并不是财经专家 他并不懂上市企业的财务核算问题 所以他就是看一个表面 然后随便瞎计算 好像这个计算是没错的 但是你根本就不符合这个事实 所以这些方面他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知道你质疑一家企业 或者说你指出一家企业有什么问题 你如果拿出真凭实据来 或者说比如说他说 有几十个高管 里面有十几个是外国国籍 一般的普通的公民是有权利去质疑的 是有权利去问这个问题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质疑他 为什么做电脑做的这么差 现在也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了 全部都是搞什么组装 对吧 都是贴牌 然后你却大笔的资金去流向了这些高管 然后去搞什么金融 搞钱生钱 不搞实业了 所以这当然是联想本身遇到的一个困境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那么他当然也有权利去质疑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今天这么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他跟这个联想是没仇的 联想没有把司马南怎么样 关键在于就是司马南他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这个党国的部门 讨好政府 对吧 政府什么方向 他就找仇向什么方向 政府准备要打击一些什么宗教组织了 他就开始出来说这个骂气功啊 骂法轮功啊 对吧 那么当政府转向了 现在开始对付这些私有企业了 民间资本了 他就开始跳出来 然后去找这些民间资本的茬儿 如果你非要说这个流失了国有资产 你非要说这个企业负债累累 那请问中国那些国企 央企 他们不比联想更严重吗 为什么司马南从来不提这些企业呢 为什么非要挑一个私有企业来对付呢 很明显的就是 他知道政府的风向是什么 看到了马云现在已经倒霉了 然后什么李彦宏啊 马化腾啊 当然还有王健林 许家印这些人 一个个的都被政府来挑毛病啊 政府最近还成立一个所谓的反垄断局 对吧 当时我开玩笑 在推特上我说这个 一个最大的垄断组织 然后成立一个反垄断局 他现在开始告诉大家 他要反垄断了 你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所有的经济命脉 政治啊 然后人们的思想言论啊 全部都被你垄断了啊 然后你告诉我你要反垄断 这是非常荒谬的现象 但是我们都讲过了啊 这个背后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政治逻辑的 政府就要这么做 而司马南看中了啊 就是政府要出手了 要对付这些企业了 然后他挑一个软柿子捏 就是联想 因为联想确实 他身上是有一些毛病的 当然你说 他是不是涉及了国有资产流失 这个流失不流失的问题 那这个是改革开放过程中 时代造成的啊 包括地方的国企 都出现类似的问题啊 这个你要去追究的话 追究为满了就是 但是至少联想在股份制私有化之后 他真的做大了 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啊 当然这个是跟他的股份化是脱不开的 如果他还是一个老道牙的 一个国企的一个体制的话 也不可能有后来的 这个成就 更不可能创造这么大的财富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 如果你去追究的话 按照中共的体制内去追究的话 那就没完没了了 但是这个司马南就是这么做 因为他知道 政府可能要出手 那么当然什么事啊 只要听到的关于联想的 不对的不好的地方啊 他都要发表这个文章也好 或者做节目也好 要把这个东西曝光出来 曝光出来呢 对他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了 B就是可能会被联想告 那么利呢 就是他可以获得大量的关注 然后他就获得大量的流量 果然司马南在曝光了联想之后 他的这个粉丝增长了上百万啊 这一下子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赚个盆满钵满 我们这个频道才多少人看呢 但是在墙内啊 你只要够劲爆 你只要胆量够大啊 然后呢 那背后可能还有一些人的支撑啊 然后你还顺着这个国家的 未来的一个舆论方向去说的话啊 其实你不仅你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党国在背后支撑你 然后还有能够吸引大量的流量啊 可以赚很多的钱 所以说司马南当然是找到了 他的自己的一个财富密码了啊 这就是他的财富密码 当然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 这家企业可能会被泼汤水 即使他没有问题 也会有很多很多人认为他有问题 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 然后政府本身就要收拾他 再加上舆论压力 那更要出手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柳传志啊 他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作声的啊 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很明显他现在非常的被动 对于柳传志也好 杨玄庆也好 对于这个 呃这些做大做强 这些民营企业的人来讲啊 这些企业家来讲 实在已经不站在他们这边了 就是现在的这个风向 已经转变的非常的明显了 他们会处处受到攻击 然后国家也不会支撑他们啊 甚至还要找他的毛病 挑他们毛病 他们本身作为私有企业 在中国就是有原罪的啊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搞共产主义 走向共产主义的啊 是要搞积极斗争的 是要消灭资本家的 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想了解真实的中国的话 就要去看这个共产党宣言 虽然我们都知道 他过去改革开放啊 已经背离了这个共产党宣言 但是他的本质没有改变 这个体制 这个结构没有改变 他最后还设走出这条路的 他早晚要回归到这个 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正轨上来 就是消灭剥削 消灭私有制 如果他回到这条路线 这个初心的话 不忘初心嘛 那么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 也就是这些资本家 他们还有活路吗 当然没有了 过去都斗倒了一批 杀了一批 对吧 甚至是你拥有一点房产 作为一个小地主 小业主 或者是这个有点知识文化的人啊 不都被消灭掉了吗 之前搞过这种大的清洗 共产党搞过 未来 不排除还会再搞 所以今天就已经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转向 这个转向就导致了 这些民营企业 只能被动的受到攻击 他们逐渐失去了 这个国家政策和力量的支持 那么导致就是司马南 这样的投机分子 一个个都跳转了 因为他们知道 在攻击这些资本家 在写大字报 在搞基地斗争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他们自己可以赚到很多 不仅是赚到名 还能赚到利 现在在中国 当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发愁 很多人都在焦虑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贫富差距这么严重 为什么我们没有机会 这个时候有人点出 这是资本的错 是资本家在控制这个国家 让你贫穷 然后这些资本家 继续的去剥削人民 那么这种说法 对于这些弱势群体来讲 或者这些很苦闷的 中产阶级来讲 城市的这些打工仔 打工妹来讲 其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因为你把这个矛头 指向了资本家 指向了老板 这个没有什么风险 如果你指向政府的话 这有风险的 但是指向他们太好了 要打土豪分天地 对于自己来讲 没有损失 只有获益 然后政府 又愿意看到 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政府正好 现在消灭这些资本家 要把民营资产 全部剥夺过来 要共产 因为政府没钱了 国家没钱了 国家的政策 是在消耗 一直在内卷 所以说这些企业家 过去这几十年改革开放 创造的这些富豪 他们都得一个个的把钱吐出来 吐给共产党 共产党可能会拿一部分 去救济一些贫穷人士 去搞一些平均主义 但是我相信有大部分的钱 可能怀世会进入到解放军也好 或者是到别的国家去大杂币 因为这符合共产党 在中国立足的这么一个国际环境 和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历史就是在此重演 整个这个国家 就是在重新在走回头路 那么人们当然都是不长记性的 当然很多人今天的这些 只要是六七十岁以内的人 基本上他们都没有经历过那种 文革的内斗 经历过战争的洗礼 他们不让那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们没有经历过 他们是活在或者成长在一个 改革开放的不断的西化的 拥抱这个西方文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今天确实这些言论 特别吸引他们 但真正的那个权力斗争 那样的一个阶级斗争来到时候 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将会成为受害者 因为如果大家都比穷的话 总有人比得过你 总有人会比你更加的无产阶级 所以如果搞阶级斗争的话 我想整个国家就是真的天翻地覆了 司马南就像一个红卫兵的领袖 一样挑起了个大梁 然后振臂一呼 习近平看到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实现自己的野心 把中国带往那个曾经经历过的 一个深渊当中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